您好 欢迎收看台式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周锦鱼 头条焦点但您关心 台南警方日前巡逻时 突然被一名女子挥手蓝车下来 没想到她却公称是为了要住朋友家 但朋友确诊了 正在隔离 她自己也是染疫者 想要找旅馆投诉 现在却被拒绝 远警一听其实有些紧张 立刻绷紧神经 也赶快帮她找到防疫进程车 再到检疫所 巡逻车开到一半突然停下来 原来是被人拦车 警方下车了解 没料到对方近市民确诊者 确诊怎么会在街上游荡 警方吓了好大一跳 立刻隔出一条街的距离 再三确认女子口罩有戴好 原来20岁的女子为了找工作 投诉朋友家 5号朋友确诊无法再借助 自己也身体不舒服 到医院裁检证实染疫 想住一般旅馆却因为一直咳 咳到被旅馆人员察觉 只好吐食 原住宿的旅馆 非防疫旅馆 业者表示无法提供确诊者住宿 女子没地方住 又不知道该去哪里 才会拦紧车求助 详细情形了解之后 来做一个制度上 跟个案上的改进 疑似确诊后 不晓得该怎么做 最后流落街头 这当中有没有缓解出问题 将针对个案细查 至于执行远警 当下有戴口罩 保持安全距离 及时应变 协助女子搭上防疫计程车 考量老家还有家人居住 最后是到检疫所 进行隔离 记者黄富奇 台南报导 最后是董哥 在中国最后的